今日 马英丽接受采访谈及女人是如何兼顾事业和家庭的问题时 她的回答引起了不少女性共鸣 马英丽的回答道 这是真的不能平衡好 肯定不能平衡 马英丽的这一回答引发不少女性网友共鸣 特别是那些刚刚升级为人母又要忙工作的女性 没有更多的时间陪孩子 工作家庭两边都要兼顾 真的会让一个女人感到疲惫 更别提遇到那种老公完全不过瓦端情况了 9月25日 马英丽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照片 并发问调侃采访问题 称每次采访B被问到 作为一名演员和两个孩子的妈妈 你如何平衡好你的事业和家庭 马英丽发问调侃 每次采访都会被问 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 B发问特别想知道这个问题是专为女人们设计的吗 下次也请问问男演员们 好想知道他们的答案是什么 网友纷纷评论 女人生了孩子以后压力真的会大很多 工作也被人说 就好像家庭是女人一个人的事 男人只要有事业问题 不需要担心家庭 i相差下计 男人是的 男人出品 女人 一直 San创 男人人 男人 男